女人被注入了蝴蝶的基因 下一秒她就开始变异 只见一对彩色的翅膀从她背部硬生生的长出 剧烈的疼痛让女人全都艰难 殊不知变异只是刚刚开始 没过一会她的脸部也开始了击化片 已经全部不适 连同整个脸皮一起坍塌了下来 此时的她已经完全不成样了 随着一声惨叫 女人彻底脱胎换骨变成了一只彩色花蝴蝶 变异后的她立刻就飞入了另一个女人的嘴 准备就要进入她的大脑 从而控制她的心智 很快蝴蝶就钻了进去 她的脑子瞬间就给吃光成了蝴蝶的傀儡 接下来她要召唤她的蝴蝶大军准备要占领地球 没一会数以万起的UFO停在了她的身边 此时飞船门被打开 她的铜类从里面缓缓地走得出来 而女人也开始好好失灵 蝴蝶们立刻飞动着翅膀响一女人的号召 她们整齐划一驱使待她 很快女人就开始了行动 带领她的大军开始进化 小弟们更是贴心将一批灭笔给到女人 再打开盖子 女人伸出长长的舌头将其翼而进银出 为了能有更强大的战斗力 她们第一站就闯入了警察局 蝴蝶们也迫不及待地开始训练一次情绪 屋里的警察也没能倾免 他们很快被护身成了傀儡 女人则带领她的大军继续向前 她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火口 队长想要跑她已经来不及了 她瞬间被蝴蝶包围成了她们的名字 最后只剩局长他躲进办公室 还想护育 可没想到蝴蝶的力量大得精明 她们几下就撞破了玻璃 进去钻进了局长的猛 局长也成了她们的葫芦 很快所有的警察都被蝴蝶控制 她们准备要开始新一轮的洗脑戒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类都能被有掉控制 面对和自己作对的人 女人被警察直接杀死 而被寄生的蝴蝶 由于执行不力 她们也没有好下场 被女人直接抓住 困在了神心里 最后被女人活活的捏死了 丢起在了垃圾桶 在肃清毒瘤后 她们回到自己的窝 在这里住着她们的蝴蝶 她的作用是为蝴蝶提供食物的来源 还有淤浴下降 而蝴蝶们占领地球 就是为了能给蝴蝶提供资源 反引生息 可他们不知道 他们早已被五十一区盯上 甲腕的大胡子 混入他们老窝 将一颗英国炮放了进去 等他们反应过来是已经晚了 老窝被瞬间炸 蝴蝶的性命也岌岌可畏 五十一区的队长见时机成熟 他控制人体发射出去 一下就刺穿了蝴蝶的心脏 让他领活了 而女人也被队长直接射杀 此时寄生蝴蝶从女人嘴里钻了出来 他飞到空中 还想再次复生到其他人身 可没想到一只大手出现 直接把他死死地抓住 让他无法动到 随后他就被提了起来一枪暴虎 最终有分析了